这非常好 你知道其实那一天晚上呢 我跟Danny也是唱得非常精进 你知道虽然我们两个人 那个喉咙是沙哑的 不过呢 还是一直唱一直唱一直唱 总共唱了差不多十几二十首歌 哇真的 对 很像在开演唱会 所以呢 就一直失声到现在了 那么 好谢谢 那么刚才我们就看到的是Part 1 下个星期呢 还有更精彩的Part 2 要密切留意哦 哎 所以呢 要告诉大家就是 下一场的MaiC非常拉阔 音乐会呢 就是有成人峰 大家要赶快在写主日期前呢 写信来给我们 知道怎么样锁票了 那么成人峰 这一次的这个音乐会 又跟其他的有什么不同呢 嗯 这一次呢 除了跟Faby姐 我们有一个飙歌的场面呢 我们也会特地请那个 我们的制作老师 林琼老师特地从台湾飞来买下 为我站台 然后另外制作老师呢 马福生老师 他也为我站台 就是会跟我玩音乐啊 就是当天会以比较 从音乐的性质 玩音乐 对 这就是有资深的音乐人 还有年轻的音乐人 一起去跟他一起唱歌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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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同场哦 对哦 要好好留意我们的这个音幕 在这里呢 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想跟光狼 一起唱K的话呢 也要好好地留意了 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 绝对让你有这个非常 独家的机会 跟光狼一起飙歌哦 你只是要告诉我们 光狼在9月30号呢 不在家里室内体育馆 演唱会的名称 以及你为什么想跟光狼 唱K就可以了 绝对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有话想要跟大家说的 光狼哦 一起去听一听 耶 诶 啊 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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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